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胃癌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它一定是跟我们吃的东西关系最密切 台湾大概每一年会有4000多位新增加的胃癌病患 每一年因为胃癌过世的民众大概也有超过2000人 对我们民众来讲 每天吃东西可能你不会特别去关心到底你的胃怎么样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胃 造成很大的负担 胃癌已经是我们国人排名前十大的癌症之一 今天我们就邀请三位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胃癌的症状是什么 我们在饮食上面有什么应该注意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保险应该怎么安排 介绍一下我们来宾 第一位是台北医学大学副社医院的副院长张军赵 张医师好 主持人好 两位来宾好 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谢谢 欢迎第二位是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 黄淑慧 黄志森 营养师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淑慧 好 第三位是说民国经算学会的林冠秀 林经算师好 主持人好 两位来宾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想当然我们一谈到癌症的时候 民众常常会很关心 为什么会得胃癌 所以究竟造成胃癌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造成胃癌大概不是单一个因素 那它的原因其实是相当多 那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 大家应该听过一个叫幽门螺旋感菌 那这支细菌它也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也确认它是一个致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另外会造成胃癌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 那包含比如说过去它未有得过息肉 那特别息肉如果是大于两公分以上的 那这种它相对风险就会比较高 特别它是属于真身型息肉或者是线性息肉 那其他还有跟饮食有关系 特别喜欢吃的一些比如说高盐 腌制的食物或者一些加工的肉品 包含比如说像有这个火腿香肠这些等等的 那其他包含比如说它曾经有过未做过事权切除的人 或者有一些不明云性的缺点性的评学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特别留意的 在饮食方面要是有没有什么补充 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会发现农疫的胃癌的患者 大概早期大概都是因为盐分摄取过高 所以像日本韩国泡菜 腌制品他们吃很多 所以他们的胃癌罹患率就很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红肉加工品 包括刚才副院长告诉我们说 有一些所谓的烟熏制品 或者是一些亚硝酸盐的添加物 这些都是有可能罹患肿瘤细胞增长的机会 那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我最近有一个病患 比较有趣的是 它得罹患胃癌之后我们在做营养咨询的时候 我跟他沟通的过程 我发觉他几乎每一餐都是在吃旧的食物 他就是他会每一餐 比如说他晚餐会煮剩下 他的午餐就是前一天晚上剩下的食物 所以我常常问他 我说你都没有办法吃到每一餐 单餐新鲜的吗 他说很少 他大概就是一定会是把冰箱剩的 也就是说他就一直长期在吃那种反复性加热的食物 其实冰箱里面长期的储存 其实细菌很多的微生物都会有滋生 这个就会导致它以后肠胃功能受到影响 其实也是有一部分的关系 所以我会提醒大家 所以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酒精抽烟这些会影响之外 其实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 其实是一定要去注意的 对不对 不要一直吃反复加热 或是就是剩菜剩饭 我感觉有一些阴法族 他们都会陷入这样的饮食习惯 这是比较不好的 对 其实不只阴法族 我想请教银老师 就是说我有个朋友 通常都是上班族 可能说礼拜六礼拜天 有空可以做饭 所以他都是礼拜天 就做了未来一整个礼拜的便当 如果是这样的便当 他动起来 也就是说他是动起来 比如说他做了五个便当 他动起来 每一天才拿一个下来吃 其实这样还ok 对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你就是放在冰箱冷藏的温度 然后你每天就是反复 比如说一锅乳肉 他可以吃一个礼拜 每天一直反复的 其实这些东西 他就是有一些 维生物的问题 食安的问题 有一些致癌物的问题 特别是像一个烟熏的肉品 亚硝酸也有含量 就会越来越高 盐分也相对越来越高 因为你反复加热 水分蒸发 盐分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些都很难 难怪说会跟胃功能 会胃的细胞受到损伤 是有关系的 对 那从保险公司的立场来讲 当然也要控制风险 所以会有一个合法门槛 或者腰保书 像刚刚副院长提到说 比方说油门感菌 这一类的 已经证实是 会对胃癌造成很大影响 我不知道我们刚刚两位来宾提到 造成胃癌的原因里面 保险公司在一开端设计这个腰保书的时候 有没有把相关的可能因素放在腰保书的问项里面 OK 那我再简单回答一下 就是其实腰保书里面 它会有一个健康告知书 那健康告知书它主要 就是如果是跟癌症有相关 它会问你过去你五年 有没有罹患过癌症 或者说如果像特殊部位 像胃部的话 它会说你过去一年 你有沒有接受过胃部的相关手术 或相关的诊疗这样子 所以保险公司 它在做一些合保的时候 它必须要把一些相对来讲 风险比较大的把它塞出来 那在不同的商品里面 其实每个公司它对不同商品 它合保的标准其实不太一样 如果你是着重在死亡险的部分 它可能就是着重在另外别的部分 但如果你是特别针对性 例如说像医疗险的部分 特别针对癌症这个部分的话 它就会把过去 就是这个投保的药保人 它相关的一些过去一些病史 它可能去做一些抽查 然后把它调出来这样子 那为了要降低保险公司 合保的一些风险 所以它会去做一些相关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这样子 那有没有关于饮食 或者生活习惯的问向 OK 这个部分相对来讲 它影响的比较没有那么显著 这样子 但是我大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以前我们过去 大概都知道就是说 保险比较偏向于 那个事后的一个补偿 就是说你罹患那些相关的疾病了以后 保险公司给你一笔给付 但大概近大概这四五年来 保险公司它比较新奇的一种类型的保单 就是健康管理的一些保单 就是我们俗称的外溢保单 那这些外溢保单它会根据你 像你的饮食状况 还有你平常 例如说像是不是有定期的做一些见解 或说有没有适当一些运动 那这些外溢保单它主要设计的目的就是说 不只在事后的补偿的部分 还在事前的一些预防 不管是对消费者来讲 或是对保险公司来讲 它希望造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就是说我在 就是说利用这些机制的一些相关的设计 我可以让我的那个保护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机制 那甚至它有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意识这样子 那就会减少它未来出现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对 傅说如果以胃癌来讲 会不会有遗传或者家族病史的影响 胃癌基本上它还是有部分跟遗传有相关 特别在某一些基因上面它会有表现 所以目前我们当然很多 如果说你的一等亲有胃癌 那这些人我们当然会建议它可能 如果它能够尽早做一些筛检 那特别如果它有这个幽门螺旋感菌的感染 也能够尽早灭菌 那在过去的研究当中 特别针对就是有两组的试验 那一组就是它都是有这个 家族史里面就是有胃癌 然后有幽门螺旋感菌 那如果这个直接就把它灭菌之后 它们以后比这个没有幽门螺旋感菌去灭菌的这一组 它以后发生胃癌的机会会下降很多 所以这个除了基因以外 那幽门螺旋感菌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 如果说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人得胃癌 除了遗传基因之外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饮食习惯 对不对 因为我们大家吃的东西都 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吗 的确是 我们会发觉 般来讲我们去看临床上 有一些癌症的家属 你会发觉如果都是属于肠胃癌 就是不是肠胃癌 就是消化性癌症的时候 你会发觉是家族性他们会有 可是不见得是基因上的问题 而是跟他们原本的饮食习惯 是有相关性的 对比如说他们就是很喜欢吃一些 加工品的东西 腌制类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刚才忘记跟大家分享 事实上抽烟跟胃癌 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相关性 喝酒也是 但是喝茶反而不是 喝茶反而好像对胃癌有保护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额茶术反而是有利的 对 所以这些可能大家就是要去区分一下 可能一些日常生活饮食上面的因素 有哪些是的确是会有胃癌症 那因为妈妈煮饭 如果习惯性是这样 大概全家族都会受到影响 对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 还会带到另外一个新的家庭 所以要重新建立新的饮食烹调习惯 对 所以就变成的确是要重新 重新modify 就重新修改他们的旧有的饮食习惯 就像我刚才跟你分享说那个妈妈 她真的很好玩是 她们家冰箱是关不起来的 我说关不起来就是因为 舍不得扔 就是煮完的东西就感觉还有剩 就继续冰 然后所以每次吃东西就是 旧的先拿出来 然后新的冰到变旧的 所以我就发觉 她一直在吃旧的东西 怪不得她就一直会让自己的身体 处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下面 对保险公司来讲 家族病实到底重不重要 另外刚刚副院长提到 幽门感菌要灭菌 那我怎么知道我有幽门感菌呢 那个菌要怎么灭 因为灭了可能可以减少 一半的胃癌的机会 休息我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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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但是這個必須在一個公平合理的基礎底下定價跟做考量 所以我請教計算師 一個家庭如果有明顯的家族病史 是跟胃癌或其他癌症有關的 對保險公司講會列入考量 OK 好 這個我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事實上我們在腰保書或甚至在健康告知書上面 他不會直接詢問到你有沒有家族病史 但如果保險公司他在評估了你相關的過去一些資料以後 他有可能要請或是說經過抽查 有必要請這個保護他去做一個體檢 那在體檢的時候他可能在體檢醫師這部分他會問你 就是說你過去有沒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家族病史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他當然就 這個未來就不會當做一個核保的考量 那如果你有相關的家族病史的話 他會再進一步下去分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家族病史跟你現在投保的保障類型 到底有沒有一個直接相關 如果他沒有一個直接相關的話 他並不會列入一個核保的一個主要的一個考量 那如果他有一個直接 而且很強烈一個相關性的話 那保險公司他會再做更深入更進一步的一個評估 也許去查查就是說 你有沒有相關過去的一個就醫紀錄 或是可能有一些問卷上來講 就是說你的生活型態上來講 是不是像剛剛一樣是提到就是說 可能會你是一個高風險的一個相關的族群這樣子 那後續整體來做一個全面性的評估 決定成不成保這樣的保護這樣子 對 非常那優門感菌是什麼產生的 優門感菌大概也是病從口入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早期 那時候大概二三十年那時候做的統計 優門感菌在台灣的盛行率大概將近有六成左右 對 那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滅菌 還有經過我們整個環境衛生 飲食習慣大家比較有公塊母吃 那目前大概盛行率大概是30% 那基本上這隻細菌就是吃進去的 所以大家平常如果能夠盡量減少這種共食 用同樣的一隻筷子 一雙筷子 這樣我想都可以降低得到感染的一個機會 那會有什麼症狀嗎 如果有感染的 那癌菌其實得到有一些人 他其實未必沒有造成厲害的潰瘍 他基本上是不會有症狀的 那當然得到優門感菌 他相對得到胃潰瘍 奢腸潰瘍 胃癌 胃淋巴瘤的機會就會比較高 所以現在優門螺旋感菌在我們國家 在去年以前 它是只有在你有潰瘍的狀況下面 我們的健保才有提供優門感菌的滅菌 就是健保可以cover 但是從今年開始我們的政策改變了更進步了 只要你做碳13的催器 或者從糞便去檢查優門感菌的抗原是陽性的 那政府就可以提供你做滅菌的治療 那這個最主要都是有實證的基礎 也就是在台灣過去這十多年來 我們在不管在馬祖地區 或者在台灣彰化或者是好幾個鄉鎮 大規模去做優門螺旋感菌的滅菌 那確實除了把這個溃疡的病例大幅的減少 胃癌的發生率也開始都在下降 所以這個因為有實證的效果 所以政府願意投入這樣的一個資源 來保護我們國人的健康 那是不是說只要覺得胃不太舒服的人 都應該去了解自己是不是有優門感菌 可以這樣講嗎 還是沒有什麼症狀的也應該去做這些檢查 我覺得當然你有症狀 你應該就是能夠找 比如說胃腸感染科的醫師 那專家能夠去做一些詢問 那我們會從裡面的你的病史 臨床上的症狀去做一些判斷 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很多人在做健康檢查裡面 其實都會包含有這個優門螺旋感菌的檢查 也可以讓你早一點知道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EVEN很多的胃癌在非常的早期 它基本上是沒有症狀 我過去其實就有很多的案例 比如說一對夫婦老先生老太太 他們因為老先生就是胃覺得不舒服 所以他想要去做健檢 那結果他太太是沒有不舒服 他就陪著先生去做 結果先生只有看到一個潰瘍 用藥物做資料 可是他太太我卻發現大概有6公分一個胃癌 但是胃癌是一個很表潛性的潰瘍 所以它上面沒有形成潰瘍 它是不會痛的 所以反而後來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很多的早期胃癌 其實它是沒有症狀 那幽門螺旋感染 它如果沒有造成比較厲害的潰瘍 它也不見得會有症狀 那它怎麼滅 我們滅菌基本上現在就有一些包含用抗生素 再加上食指幫補抑制劑 那這個滅菌成功率目前都可以高達到9成以上 那當然有一些人他可能對這些藥物的使用上面 他有一些副作用沒有辦法整個吃完 或者是說他的細菌本身是有抗藥性 那有些第一線的治療就沒辦法成功 我們就可能要用到第二線 甚至到第三線的治療 不過在台灣整個 我們用螺旋感菌的滅菌的成效是相對是非常好的 整體來講 我們有胃癌的朋友很多人都是沒有症狀 按照您剛剛的說法是不是 可是我們在什麼時候應該去關心我們的胃 因為通常我們都比較平一點 就是常常除了有做例行性的健檢習慣的朋友 很多人都是會覺得不舒服才去做 我覺得就是胃的不舒服其實原因很多 有些也不一定是真正胃 那胃的不舒服其實它有可能是這個胃的黏膜 比如說它已經形成潰瘍 所以它下面的一些神經曝露出來它會不舒服 那有一些它其實是 它胃看起來就是黏膜也都沒有破損 那它其實是我們胃本身有交感跟副交感神經來支配它 當有人很緊張的時候 這時候它可能就會胃就會崩得很緊 或者不正常的放電會筋軟收縮 那它也會表現這樣的疼痛 所以我想還是需要醫生的一些專業經驗 然後還有它不舒服跟它的飲食有沒有相關 然後它的持續的時間有多久 那這個我想醫師會做一個專業的判斷 那如果時間比較久 那你一般你吃的一些的致酸劑都沒有改善 我們還建議你需要做一個胃鏡的檢查 那去從整個包含從食道到胃道攝脂肪 做一個完整的檢查 那如果看到有懷疑的病兆 那我們就要做切片 去確認它到底這個細胞有沒有變性 有沒有癌化的一個情形 是 那您剛剛提到說那位太太的腫瘤有六公分 對 那究竟我們胃有多大 大概有多大 所以因為本身它是具有彈性的 所以我們也看到胃有一些人 他可以喝水像大胃網 他可以撐到很大 對 那有的他平常的我們一般的容積 比如說你喝個水500cc 其實他都可以擴張可以收縮 但是在某一些人 比如說他如果他吃了他覺得胃都很容易脹 我們也遇過就有一些人我們叫做皮革胃 皮革胃它就是一種叫做惡性的那種胃癌 那很容易發生在比較有些年輕的女性身上 那它的細胞通常都是分化比較不好的 那胃整個就已經就是 胃癌整個進入到胃體部到胃比較高的地方 那胃就失去彈性 那這些人他很容易就會飽足感 那甚至體重會很快速的下降 那這些就要特別留意 那我請教清楚的時候 因為我們講到癌症的保險 種類非常多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就針對胃癌來講 剛剛張副所有提到 胃癌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沒有症狀的 那可能有的人可能開始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他比較敏感一點 他可能就想說我如果去檢查 搞不好就是胃癌或什麼 那我還是趕快先投保 再去做檢查 那這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或者說這樣做衝不衝明 OK 我大概回答一下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有接到過蠻多案例 就是很多人他懷疑自己可能 罹患了什麼樣的疾病 或甚至剛剛提到某些癌症 他可能想說我先去投保以後 然後投保過了等待期以後 我再來就是去做檢查這樣子 那事實上這些相關的一些這些行為 其實保險公司早就已經都想到了這樣子 事實上保險公司他在核飽的時候 其實他會去針對這些人 他會去調你過去的一些相關的病例 到底你有沒有曾經 是不是有在某家醫院或相關單位去檢查出來之後 你有這樣的相關的疾病 那就算你沒有的話 那我們也是不建議就是說 撐過這個等待期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像癌症這種類型的疾病 它一定是越早發現 那越早越快治療 治癒率越高 就像我們知道就是說 像以未來為例的話 如果我很初期就發現的話 可能存活率有90% 中期的話50% 然後到末期的話 也許就不到10%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不建議說 為了撐這個等待期 然後去等到我過這個等待期 來去購買保險 那現在相關的保險法規定就是說 等待期像癌症保險 它不可以超過90天 但是90天其實對癌症 這類型的疾病來講 還是有點太短了 所以現在保險公司 它會怎麼設計呢 它就會設計說 我第一年我雖然沒有設等待期 但是我就是 我第一年就是我 減額給付 就像例如說 你投保100萬 我也許我只賠你5萬 10萬 那或者說 我只退還你保費這樣子 所以它也是一種類似就是 那個 就是癌症的一種等待期 所以我們不建議就是說 保護它 為了要撐過這個等待期 然後來去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行為 其實不管是對保險公司來講 或是它 對它自己的病情也不好 保險公司未來發現了以後 那因為它 某種程度上來講 設置 就是涉及告知不死 跟隱密它的狀況 是 保險公司到時候 連保費都可以不用退給它 這樣子 所以通常如果是 投保之後很短時間就出險 保險公司就會去調查 是這樣的意思 對 一定會去調查 就是短期出險 那這個 因為像胃癌這種疾病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個 就是眼鏡的一個歷程 它不可能就是說 假設我投保後 三個月 五個月 半年檢查出來了 其實它這個疾病 它有可能它已經演化了好幾年了 這樣子 所以保險公司它就會合理的懷疑 它會去調你過去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 可能一些病例或是就診季度這樣子 對 所以保險歸保險 醫療歸醫療 不要為了保險 延誤醫療 休息吧 我們再回來 把我每個夢想 認真去追 通常我們會在什麼時候 去確認 到底我的胃有沒有問題 我想先請教音老師 你協助過的個案 他們通常在什麼狀況底下 發現自己罹患胃癌的 絕大部分都是有症狀 才去看醫生 當然有一部分 我有遇到幾個是 公司行好安排健檢 對不對 他們就是健檢的時候提 那個就是真的是提早發現 對他來講就是很lucky 很幸運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遇到的癌 胃癌的患者 會來找我做營養諮詢 大部分都已經胃切除了 所以飲食習慣 攝取量完全都不一樣 就必須要經由營養師來做指導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其實他們會陳述你是過去 很長的一段時間 大概十幾二十幾年 他們常常會就是有反覆性的胃炎 胃癌癌的症狀 都會一直有那個症狀一直持續 然後絕大部分來講 我的感覺 大部分都是沒有好好跟醫生配合 也就是說沒有好好去做治療 沒有把這個潰癌把它好好地修復完 所以導致那個傷口就一直在那裡 反覆地發生就會出現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胃的不舒服通常是很多人可以忍受的 不至於是那種說我沒有建議去看醫生我就不行 可是通常我們是怎麼做診斷的 應該就像剛剛主任講 就是通常胃的不舒服很少是會一個急症 除非它是胃穿孔已經造成腹膜炎 那時候當然就必須要緊急來做處理 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胃痛 有時候就是在房間他就自己買藥 我要吃 而且現在其實你要買各種藥都很方便 吃了有時候症狀其實會緩解 但是他一陣子又有點不舒服 這樣反反覆覆地發生之後 其實就在拖延他的一個確診 所以通常我們還是會建議 如果說你臨床上真的是有不舒服 那還是能夠找專業 因為在台灣其實我們做一個胃鏡的檢查 其實是很方便 而且健保都有cover 那在台灣的內視鏡 就是做胃鏡的醫師 其實都是很經過嚴格訓練出來 所以我們的診斷的技術都很好 那當然很多人會怕做內視鏡的檢查 不過現在又有所謂的這個 就是中重度鎮靜 就是舒眠的胃鏡 那你打個麻醉科幫你打個藥 讓你睡著之後你再來做 其實是不會有任何的不舒服 那醫師也可以完整的幫你做一個 權威的一個檢查 聽說副院長做胃鏡是不需要舒眠 病人都不會覺得不舒服的是吧 但是 當然我們就是經過這個嚴格的訓練 也做過非常多的胃鏡 知道大概每一個部位 我們有某一些特別的技巧或技術 要特別去注意的地方 那都可以降低病人的不舒服 所以你都直接就 有問題就直接切片然後 對 如果有懷疑一定要做切片 切片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身邊有很多人 他是有胃死到逆流的問題 那也是一種胃潰瘍的現象嗎 因為很多人說胃酸過多去吃個自酸劑 對 因為其實胃死到逆流 現在是非常常見的疾病 因為大家都吃得好 那吃得又不正常 是因為吃得好嗎 那吃得好吃的不正常 你的吃得很豐富 那你的胃酸產生量就比較多 那一些肥胖 那你食道跟胃的交接口 噴門的地方又鬆弛 所以他很容易胃酸逆流上來 對 但是逆流性食道炎多 是不是就會得到胃癌 其實這兩個是不等候 不等候 這兩個其實還是不一樣的一個疾病 那胃癌怎麼分歧 胃癌基本上我們簡單講分為 早期胃癌跟進行性的胃癌 它是以癌症細胞侵犯的深度 而不是說你有沒有淋巴結的轉移 如果你侵犯到所謂的肌肉固有層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叫做它是進行性的胃癌 那如果只侵犯到黏膜層跟黏膜下層 我們把它稱作叫早期癌 那當然這個在 所以我們在做內視鏡檢查或者在做篩檢 我們希望能夠發現早期癌 那你早期癌如果發現很多很初期的零期一期 它沒有淋巴結的轉移 我們甚至可以用內視鏡的黏膜切除素 或者是內視鏡黏膜下層切開玻璃素 病人也不用去開刀 用內視鏡直接就胃鏡去做一個治療 那它的癒後都很好 癒後甚至會高達到九成五以上 對 但是如果說你已經比較 剛剛講的進行性胃癌 它已經有淋巴結的轉移 那這時候胃就必須要做一部分的切除 那還要把淋巴結要清除乾淨 那之後再判斷它可能還要再做化療的一些相關的治療 那但是這個癒後就會可能下降到10到20% 所以整體上面我們希望能夠不僅是早期發現癌症 而是要發現早期癌 這更重要 剛剛副院長提到早期癌 如果就保險公司的癌症保險的設計來講 早期癌跟我們常常在保單上看到的零期 是一樣的東西嗎 OK 其實這樣它 在保單上面它有相對來講比較嚴格的定義 就是它有分就是初期輕度重度 它在每一種不同癌症裡面 它都它不一定在某一種癌症 它第幾期它是屬於哪一種 它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對一個範圍 它會去界定這樣子 那事實上我大概跟大家補充一下就是 事實上其實就核保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原則上來講如果得過癌症 就算是原胃癌的話 還是相對來講會比其他的保護來講 它風險會比較大 所以相對它是不太容易能夠再購買到癌症的保險 但事實上其實有一些例外 就是我們會根據它到底是哪一類型的癌症 那或者說它現在進行了一個區別 那或者說未來這種癌症它轉移的可能性 到底大或小這部分 它會去做一個整體的評估 那它原則上來講 我記得我有就是 特別去我們公司核保部門 就是有些它比較零期的 或是很初期的那種類似像子宮頸癌 它相對而言 它演化的進程不會那麼快 或是它轉移不會那麼的 相對來講不會那麼明顯的話 它這種類型的保護 它有可能就是它還是有可能去納保的 但是保險公司它會做一個除外的動作 就是你未來如果因為這個 例如說子宮頸癌 然後 屏出這個癌症 對 屏出這個癌症 它會做一個除外的動作 那未來如果你這個癌症演化了以後 那達到你一個理配的標準 保險公司還是不會去做這方面的理配 胃癌裡面有原胃癌這個字嗎 有 原胃癌其實就是這個癌細胞它本身 還在非常非常的表淺的地方 那這種原胃基本上應該是治療 你把那個局部把它拿掉 它癌後其實是百分之百 所以基本上是相對是比較安全的一個處理 然後癌後也比較好的 原胃癌可以拿到重大傷病證明嗎 原胃的重大傷病基本上我們會寫 然後再看健保署它去 怎麼核定 對 看它怎麼核定 對 那如果是原胃癌 保險公司的癌症險會理配嗎 會 會 就是一般在原胃癌裡面 保險公司它會做一個理配 但是原則上來講它不會就是 例如說你投保100萬 它不會就是賠你100萬 它會去賠你5個percent 賠你10個percent 那其實就算你獲得這個5% 10%的理配之後 其實這張保帶還是會有效這樣子 那就是你會 例如說它有兩種設計 一種就是說你領了這個原胃癌的保險金以後 你剩下的 例如說假設你領走5萬塊錢 那你投保100萬的話 未來如果你繼續研化的話 你會把那95萬領關 另外一種設計的話就是它是外加型 就是說你領了原胃癌5個percent 10個percent以後 它你投保100萬 它還是額外再給你100萬這樣子 所以它就有點像涉及到 我一開始商品在怎麼樣定價 那怎樣去定這個 你未來這個保險公司的賠付 還有一些保額的一些相關問題 如果是一次給付型的癌症險 原來可以一次行領嗎 還是會像您剛剛提到的 對 是一個比例的問題 這是一個比例的問題 那我後面演化更嚴重說 我可以把剩下的領回來 是的 但是我如果一次領完的 比方說我已經二期 那那個保單就終止 就終止 對 對不起 打個操有個疑問 那如果我們出現 就比如說我現在是發現胃癌 可是在我這條過程 我發現可能我肝癌就發現了 那這樣這張保單可以同時理賠兩種 因為它兩個都是原胃癌 OK 那我再說明一下 事實上就是它保單條款上 它有一個說明就是說 事實上它是以 就是說你得了一種癌症 那那種癌症 就是假設你已經得到了 得到那張一次給付 就是它只限一種癌症為限 那我猜剛剛營養師講的是說 如果你先得到肝癌的 假設胃癌的原胃癌 那胃癌再演變成肝癌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就是我剛剛講說 你就可以只可以領一種保險機 就是說你胃癌了 也許你領原胃癌的5%跟10% 那胃癌肝癌如果你是符合 就是領100%的話 那就是領剩下95萬這樣子 所以它只有 它只會給付一種癌症這樣子 OK 好 副院長 胃癌算是演化的比較慢的癌症嗎 因為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很多人已經很久了 可能已經不舒服很久了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慢的癌症嗎 我想胃癌確實是它的演化時間 會需要一點時間 那當然也要看它的細胞的一個分類 比如說你是比較分化良好的細胞 跟分化不好的細胞 這個進程的演化時間就不一樣 那一般我們講到 因為我們螺旋感菌 它為什麼會造成胃癌 就是因為它感染之後會造成 所謂的表潛性胃炎 之後會變成萎縮性胃炎 然後再變成它有一些黏膜上面 會有一些小腸化皮的增生 那之後這些小腸化皮的增生 有一部分就會變成小腸型態的胃癌 這個是最常見的 那這個確實是需要一些時間 不管我們在做動物的模型 或者在人體上面的觀察 都會有這種情形 但是我剛剛提到有另外一類 它是就是分化很不好的這種的胃癌 那它會在比較年輕的女孩身上 有時候甚至四十幾歲 它就會得到 那一般我們剛剛講的 上面幽默螺旋的感染 大部分這種胃癌 都是年紀比較大 可能六七十歲以上 七八十歲以上 才比較會有的 那很多人說 我們很多癌症都有年輕化的趨勢 看起來胃癌可能也是怎樣 那這可能跟我們年輕朋友的 飲食習慣是有關係的 那休息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那究竟如果我們接受胃癌的治癌 除了剛剛張文獎提到是初期發現的話 那比較後期的 可能有哪些治療的方式 要花多少錢 當然更重要的是 可能會有哪些併發症 或者副作用 立刻回來 每一秒每一刻都珍貴 把我每個夢想 認真去追 換回來 換回來 如果是自己拖得太久了 比較晚才發現的胃癌 那請教復醫師 那通常會有哪些治療的方式 原則上當然癌症 如果它能夠做切除 我們基本上還是以切除為主 外科的手術 因為你能夠將大部分的病灶拿掉 然後甚至將它的一些淋巴結 能夠拿掉 那但是偶爾 比如說我們也會看到 有一些人他如果身體的狀況真的很差 那沒辦法做治療 或者是說手術完之後 他還要加上一些化療的一些治療 或者是說現在當然有一些新的 包含標靶的治療或免疫的治療 那這些都能夠來提升病人的一個癒後 這些要自費嗎 目前可能有一些部分的可能會需要自費 對 是 那胃癌復發的機率怎麼樣 胃癌復發的機率當然就是看它的區別 那當然還有一種就是說 有一些我們發現它有第一個的胃癌 那但是經過手術之後 它在剩下的胃其他的地方又有發生胃癌 所以我們對於這些人就是他術後之後 我們都建議他能夠定期的做內視鏡的去追蹤 那如果有一些早期的發現 我們就能夠盡早把這些局部的病灶能夠拿掉 那另外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人他以前早期是因為 比如說有潰瘍出血 那他就是把胃切掉比如說三分之二 那三分之二他拿腸子接剩下的胃癌 那這時候有一些膽子 它就會逆流到胃裡面 再往下從另外一邊流到我們的腸子 那這時候胃經常 接由那個膽子的刺激之後 它在那個交接口那邊 也容易形成一些胃癌的發生 特別是這些人經過10到15年之後 他發生的機會就比較高 所以有做過胃刺拳切除的人 even他以前不是癌症 這些人我們都建議他應該要做胃鏡的一個追蹤 那我想理所當然做過胃癌手術的人 在營養的這個攝取方面一定是要非常用心的 對沒有錯 所以您要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因為一般來講像我們只要接受手術部分的話 大概他可能就是部分的切除或是全切除 所以對飲食的攝取消耗化吸收能力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一般來講對於這些胃癌的患者 我們大概都會建議就是從 你要去從飲食重新的調整 包括你可能一開始是低渣低纖維的飲食 卵脂的飲食慢慢的 可是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的腸道事實上是有代腸功能的 也就是說你不用擔心 一輩子就是一直吃 患者一直不會 就是說你要給他一段時間 然後慢慢的我們腸胃道就有一個代腸功能出來 其實你也可以慢慢回到像正常人的飲食 就腸子會代替胃的飲食 對 所以你只需要一段的修復時間 那你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的飲食裡面你的熱量你的蛋白質是足夠的 讓你的傷口修復的是好的 其實你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復原力 那除了這個之外我們比較會強調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大概遇的 就是實證醫學上面我們看到 就是你可以真正幫助胃癌不再復發的 大概就是我們會建議地中海式飲食 也就是說類似像這種天然式的飲食 多蔬果的飲食 全骨災量的飲食 盡量減少加工品的飲食 那特別可能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維他命C 因為我們台灣人很喜歡吃加工肉品 就是香腸熱狗肉鬆 對啊 我們都很喜歡吃 那你怎麼去破解芽硝酸鹽 對我們帶來的一些傷害力 那維他命C就是扮演一個很好的角色 所以新鮮的柑橘類 新鮮提供維生素C比較多的水果 就記得要天天吃 所以柑橘類的水果 或者是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 提供的一些植化素 對我們來講 本身都具有保護的作用 所以對胃癌的患者來講 當你術後之後我們會比較建議 就是你記得飲食這個部分 你可以用哪些是多補充的 你就把這些營養素把它補充起來 像維他命C 維他命E 微量元素C 類胡蘿蔔酥這一類的 就是多蔬果 彩虹飲食 大概大原則抓得住 其實你也可以回復到 像正常的人飲食一樣 胃癌又年輕化的趨勢嗎 其實很多癌症都在年輕化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所謂的代謝症候群增加 胃癌其中一個因素 肥胖可能也是 因為你肥胖就是造成身體的 一些慢性化 那他肥胖很多就是因為 比如說他吃了一些過多脂肪類的食物 那剛剛像營養師我講的這些 具有抗氧化劑的這些的蔬果 他吃的少 那運動量又少 其實我們就看到 胃癌這個年輕化也是會見得到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有一些人他其實為 不管做視權切除或做權切除 那剛開始他確實是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那慢慢的他身體也能夠 就是說他的腸子也能夠慢慢的具有彈性 那能夠他吃進的食物 他也能夠接受 那因為我們主要的消化吸收 特別是吸收是在我們的腸子 所以他只要吃的量如果夠的話 其實他的 我的病人其實胃全部都切除了 他也是活得很健康 也沒有說變得比較瘦 所以我想很多病患也不用過度的擔憂 但是需要一點時間去 去讓你的身體能夠適應這樣的狀況 我們現在罹患癌症來越來越多 然後技術越來越好之後 我們這個其實存活率也越來越高 那我想請教計算師就是說 如果任何一個人已經得過癌症 保險的人們會從此關上嗎 還有沒有任何機會是一個得過癌症 而且經過治療的可以買的保險 好 那就市面上來講 有一種專門的保險就是 專門給我記得是好像12項癌症 如果你罹患過這12項癌症 你還可以繼續購買的那個 住院醫療日耳型的保險這樣子 那市面上的確有這樣的商品 但是在類型的商品的 就是受眾族群相對來講 他們會認為這個保費 事實上他已經反映了他罹患癌症之後 他所需要的一些後續的相關費用 所以罹患癌症以後的這些保護呢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他不管是在經濟方面的支出 或者說像收入的損失上來講 其實他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 那還要再加額外再掏錢出來 買類似這樣的保單來講 其實我們有大概詢問過 其實對他們來講 負擔事實上是不算輕的這樣子 那市面上的確有這樣 就是罹患癌症之後 他還能購買的保單 我們叫做弱體保單這樣子 對 那其他比如說像受險 或者重大疾病保險 重大疾病保險 還可以買嗎 這個就是比較偏向case by case 就是如果你罹患癌症 如果是比較初期比較輕度的話 他也許根據你的體況 他會去做一些相關的加費的動作 像你的體況也許 你比正常的死亡率 也許是兩倍三倍 他就會去做一個加費的動作 如果是像剛剛提到重大疾病 因為重大疾病他裡面有一個疾病 是癌症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相對來講 會比受險還要難購買這樣子 因為他本身已經發現他有癌症了 那未來就是他事實上 他已經就是未來會獲得這個保險理賠的機會 會比一般人大很多 所以通常重大疾病這個 他就是購買機會就非常非常小了 是 好 那我們討論各種不同的癌症 通常都是從一開始做保險規劃開始 比較少去想 如果我已經是一個癌症的病人 我未來還能做什麼 因為我日子還是要過 我們就剛剛給我們很好的說明跟解答 休息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那究竟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才能夠遠離胃癌 我的你也不停靠你 我到底想說 社群平常人都是問題嗎 早上個單憤想 我倒免率會的 bulk人 大畢老師 每一刻都珍貴 我每一刻都珍貴 我每個夢想 第二位 我帶領超好的 最後年輕人 解決 導遊 好 突然 Waiting 在這試得 究竟癌症對我們國人威脅有多嚴重 假設我們從衛福部核發的重大傷病證明來看 到大概是這個時候為止到105萬張 其中是因為癌症就有48萬張 我們從這個結果就可以發現 對國人來講它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我們討論了這麼多 其實我們最終目的是希望不會要發生 就是幫助我們民眾可以事先做一些事情 來減緩我們發生機率 或者說根本不要發生 所以請教英文老師有機會做到 因為很重視我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而使得我的胃癌風險確實明顯降低 一定是有的 而且越早做越好 其實因為為什麼現在胃癌的患者會有年輕化的趨勢 一方面就是飲食不正常 我總感覺大家工作很忙碌 所以大小餐 空餐 要不然就是一天才吃一餐 類似這一種 或是有所謂168-10法 類似那種的 那你就會發覺其實這樣子 他們的腸胃的功能就會受到損傷 所以你真的想要預防這些癌症的發生 其實我們比較規勸大家說 建議大家 你的日常生活飲食一定要定時定量 規律的飲食生活 讓你的胃能夠有正常的蠕動 正常的排空 它的功能就可以維持得很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你的飲食習慣一定要把它建立養成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要分享 不要攝取太多的鹽份的東西 避免膏炎 避免加工品 避免煙燻燒烤 避免抽煙 這些這幾個 這個叫做避兇 就是這幾個都是對我來講有傷害 我們就避開這些傷害因子 那另外我們就是趨疾了 趨疾的部分就是盡量讓我們的生活 就是天然的雄厚 我們最常講 天然的是最好的 不要吃太多的加工品 另外就是彩虹飲食 鼓勵大家蔬菜水果各方面的顏色多 顏色越多代表植化素越多 代表抗氧化能力 保護我們身體的功能就越強 這個部分就是飲食餐桌上面五彩繽紛 對我們來講就是提供保護力 所以這是我們提醒大家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肥胖 剛才院長也跟我們分享 就是肥胖 所以你要體重控制 其實也跟癌症的預防是有直接相關性的 所以大概從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能夠這樣多方面的配合 其實生活習慣的調整 不是一觸可擊的 但是慢慢逐步進行 其實都可以讓我們 對自己的健康加分 我們做了很多跟癌症有關的議題 講到這個預防 幾乎是抽菸一定會提到 肥胖一定會提到 今天沒有提到是喝酒 所以喝酒是對胃癌來講是OK的嗎 沒有 我也是有 因為酒精最主要是 酒精裡面它的代血產物 會有所謂的乙醛 那乙醛本身對我們的身體 就是一個毒素 另外還有當然你酒精經常的敘酒 或者是喝酒太多 也會造成黏膜的一個受損 那受損它就會造成 所謂的慢性的發炎 那這個都是導致這個以後 可能會變成胃癌的一個風險比較高 我覺得喝酒比較能理解 抽菸 很多觀眾朋友是抽菸的 看我們節目都覺得 怎麼什麼都跟抽菸有關 什麼都把抽菸算進來 它是有根據的嗎 是的 的確是 零骨丁幾乎 大概跟我們的腸胃道癌症 幾乎都直接劃上等號 對 所以能夠盡量避免就盡量避免 然後剛才提到酒精的部分 在我們的研究報告裡面 大概就是 如果你的每天攝取量 酒精攝取濃度 大於42公克的酒精量的話 就是直接相關性 跟胃癌的發生是直接相關性 那當然你如果是 每天少量少灼 你的酒精濃度是比較低的 少於42公克 那可能相關性就沒有那麼明顯 對 但是你骨丁大概是直接化上等號 而且我們還在研究上面看到 如果說你是抽菸的人 但是你有很好的習慣 你每天會吃新鮮的水果 柑橘類這一類 你就會發覺它好像可以抵消 可以抵消掉一點 對 所以我們還是提醒大家 日常生活 新鮮蔬菜水果對我們來講都很重要 對 那副院長你看過這麼多腸胃有問題的人 聽過這麼多營養師或者是資商師提過的這些 你覺得最難做到的是什麼 以您個人來講你覺得最難做到的是什麼 我覺得最難做到當然就是比如說大家的飲食習慣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忙碌 那大家能夠說這個每天的五蔬果或者吃到這個各種的蔬菜 其實我覺得大家是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確實做到 不過這個還是要鼓勵大家啦 因為我們要預防癌症不僅是胃癌大腸癌 其實這些抗氧化劑的蔬果或者地中癌飲食 確實是都在實證上面都有很大的幫忙 所以這個應該鼓勵大家去做 那另外還有剛剛提到的體重的控制 然後不要抽菸 因為確實很多人要叫他這個戒菸他很困難 不過抽菸真的是沒有任何的一個好處 喝酒我們少量我們還會讓自己心情愉快 或者是有丹寧酸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血管 那抽菸真的是沒有任何的好處 但定期健康這是健檢是一定做得到的 最後今天是跟我們一些提示 什麼樣的保險對癌症是最有幫助的 其實癌症原則上來講是分一次急副型的 還有療程型的這種 那其實一次急副型就是說 我如果罹患癌症的話 保險公司會給你一筆就是你投保的金額 也許是200萬 300萬 那就可以利用這個領到的金額 你不管是做那個就是生活上經濟上的一些 那個損失的彌補 或者說像一些 對 自費的一些藥物 那我們有一些統計調查就是說 其實相關的自費藥物保護 它必須要出到大概60幾個%這樣子 另外我要特別要提到一個就是說 近年來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保險金 叫做基因檢測保險金 那它是為了就是精準治療的部分 那就是經濟檢測以後 要看看哪一種類型的治療方式 對此而言